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自由演技術的問題 其他什麼的都是提升防禦的頻道 好 我們先來大概看一下 2020中有動漫翻轉季的內容 下面這邊是抽獎的部分 那旁邊這邊是會員不現金額消費 加打卡就會有扇子 凶章 那這邊有其他幾出動漫的主題 福袋和一些優惠或活動折扣商品 下面是COSER見面會 另外是其他樓層有關動漫類的商品 知識場景分布圖 那我們看一下實際劇的現場狀況吧 這次動漫翻轉季的看板DM和主題形象等等 都是以今年最紅的動漫 鬼滅之刃為主 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的人潮還是不少 那其實這個時間是開門前的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所以晚點的時候可能又會來一波人潮 在美食街或停車場都有這樣子的人物看板 上面的掛布是已經在場內了 進去就可以看到紫藤花的布景 那有一半的展區大部分都是鬼滅之刃為主 那上面特價寫的是單品五折 商品部分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是單品八折紅標100元 發現去年送的三色丸子 這邊是項目有人狀的商品販賣區 商品鈴鐺滿目 有資料夾 然後還有手機扣環 兇章 馬克杯 然後滑鼠墊 還有貓咬射玩偶 小筆記本等等 就是從食用 然後到觀賞 裝飾的商品都有 就是這一面都是它的商品 然後接下來是關於我轉身後成為史萊姆的這檔式商品區 人潮非常的多 這邊的話是青春出頭少年 區域走一小部分 那這裡的話是R1從0開始 上面的板子是艾蜜莉亞 然後另外一邊是拉姆和雷姆 有非常多的壓克力牌 然後是妖怪旅館營業中 然後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的商品真的是蠻多 這是一小部分 然後這邊就是惠夜姬和JoJo 那麼商品大致就介紹到這邊 因為這次除了鬼滅以外 還有很多很紅的動漫 所以人潮壯多 再加上有時間的控管 所以拍的很有限 很推薦大家一起跟布景拍照喔 這是Gridman的筆記本 一本50元 原價部分是180元 裡面大概翻一下 大概是長這樣 有一些小圖案這樣子 然後是鬼滅之刃的襪子 一雙100元 長筒襪的話 像是富剛 會比較貴一點 一雙就是180元 那還有貓咪老師的杯墊 這個就是用原價購入的 180元買的 這是會員消費打卡送的扇子 然後另外給大家看一下去年的 去年的是雷姆 當時官方釋出福袋的商品時 就是因為看到有這個毯子 所以就決定要買這次的福袋 它這個毛摸起來還蠻柔順的 上面的寫的部分是A款 但是我也沒看到其他款式就是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細節 袋子的部分 我還蠻喜歡這個毛毯的感覺 好 然後杯子的話是玻璃杯 那它玻璃杯的話 其實就是用的話會有限制 就是只能裝一般常溫的水 然後也不能拿去加熱 就是微波爐這樣子 那杯墊 那杯墊的部分呢 它是一般吸水杯墊 剛好可以跟剛剛的玻璃杯 創成一組 那最後的商品是胸張 那接下來是介紹鬼滅濕潤的福袋 這個U型枕它可以變成方型枕 那上面有它的這個使用方式 就是有去介紹說要怎麼去 怎麼去轉換這個型態 那還不錯可以兩用 然後也是有杯子 它的是馬克杯 更方便使用 就是冷的熱的都OK 然後也可以拿去微波 這樣之下就會比較貴一點 那也是有杯墊 那它的杯墊的話是 跟剛剛的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龜藻土 那都有湊成一組 還蠻貼心的 再來就是御手的部分 那御手的話前面就是炭治郎 背面的話就是米豆子 福袋大概就介紹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都要請訂閱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 好接下來要說的部分是 因為我們離蠻額裡部分呢 還差一點點費用 所以呢 就在架構了一個兇章 那另外一個提升是希望抽到的米豆子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會是誰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是誰呢 喔!米豆子 哇! 也手氣太好了吧 好!那這個畫 就是滿耳裡 贈送的就是 貓咪老師三用小包 它是算多功能 可以變零錢包 也可以變筆帶 還蠻方便的